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二的深夜 世界盃分組賽A組末倫打響 其中一場的對陣雙方分別為 阿瓜多爾和塞內加爾 塞內加爾尚將力卡卡塔爾 迎來了本屆世界盃首場的勝利 全隊上下士氣大爭 鑒於球隊實力略勝阿瓜多爾一籌 相信塞內加爾能一鼓作氣在下一城 儘管阿瓜多爾目前錄得 一勝一和的不敗戰績 暫時排在小組第二的位置 但無論對陣塞內加爾才是 決定他們能否晉級的關鍵字 以目前晉級形勢來看 阿瓜多爾只需要不輸給塞內加爾 就可以順利進入淘汰賽階段 一眾將士必然嚴陣以待 但當中需要指出的是 阿瓜多爾世界排名第44位 與塞內加爾第18位的排名相差甚遠 這樣自然可以看出雙方之間的實力差距 從前兩仗分組賽的表現來看 阿瓜多爾的發揮基本上合格 其中面對荷蘭的比賽 共出現13次射門才有一球的進章 同時都暴露出球隊的問題 這就是射門效率相當低 本屆世界杯 阿瓜多爾陣中只有安娜華倫星亞 一人取得過入球 進攻點對其依賴性可見一斑 一旦陷入針對防守中 阿瓜多爾的進攻咬火都不足為奇 儘管塞內加爾失球數已經達到3球 防守表現平平 但不要忘記阿瓜多爾將會面對的 是以卡列道高列巴里領銜的後防線 而且門前橫站著為車路士把守大門的伊文蒂 如此一來 阿瓜多爾很有可能就此陷入艱難的作戰之中 陣容方面中場謝希神文迪斯廷塞受罰 對塞內加爾來說 本屆世界杯的徵程是困難的 因為他們陣中缺少了絕對主力沙迪奧文尼 攻擊力顯然會出現下降的情況 不過在首戰面對荷蘭時 塞內加爾反而是牆上射門次數更多的一方 後者依然具備著不容不足的製造機會能力 但很可惜坤無功而反 赤龍面對卡塔爾 塞內加爾的付出就得到了回報 保拉爾迪亞、法馬拉迪亞希奧和班巴迪安紛紛打開世界杯入球帳戶 幫助球隊拿下至關重要的三分 另一方面可以看出球隊進攻點還是有一定的底韻 論進級形勢 塞內加爾並不佔優 暫時盤在第三位置上 但好在賽程安排令他們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如果想留在世界杯就必須在末倫House響勝鼓 打和都不足以保證他們拿到進入淘汰賽的門票 由此可見 塞內加爾金將戰議會更加強烈 值得一提的是 以上將的正選振用為例 塞內加爾絕大部分球員在五大聯賽球隊效力 俗見他們無論是腳下技術或是精神屬性 都會遠好於阿瓜多爾 有見及此 今次不妨看好塞內加爾贏波進級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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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